嗨 我是Kerry 現在我人在Christchurch啦 我昨天在Mount Heart滑雪完之後 就直接開車過來了 大概是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子而已 其實沒有很久 這次住在這個Airbnb是位於市中心的位置 其實非常方便 就如果今天要去逛街啊 要去附近小桌一下 都是走幾步路就可以到了 你知道我住在這邊最大第一個缺點就是他 他旁邊有停車場啦 但是就是要走差不多一兩分鐘啦 那這個路程其實沒有什麼 但如果你今天有超級大量的行李的時候 就有什麼了 那我的行李就很多啊 所以我就是分了兩趟把他們扛上來 而且我還要坐電梯 整個過程就是我覺得還蠻辛苦的 所以我有點後悔 應該要去住那個租枕洞 那車可以停在家門口 那這樣我就可以直接進出會很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棟樓呢 他算是有把表面翻修過 但是你住進來之後 你就會感受到其實他不是很新的 坐電梯的那一剎那 就覺得電梯有點年紀囉 然後再來他這個暖爐 他這台暖爐你看他聲音 其實還蠻大聲的 如果你要開2 就暖爐的聲音還蠻吵的 我覺得最不能接受的是這個浴室的這個風扇的聲音 有沒有聽到 你只要一開燈這個風扇就一起 關燈的時候他不會馬上 這個風扇不會馬上停下來耶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很喜歡 他的優點只有就是距離很近很方便而已 沒啦 大家看一下這張床 床的話我覺得是蠻舒服的 很好睡 浴室的水也是夠大 但是同樣的價位 我可以住稍微有一點點距離 然後還有浴缸可以泡澡 所以呢 這就是給大家自己參考看看了 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去第一個觀光景點 叫做Riverside 他好像就是在那邊逛街吃東西 第一站先一起過去那邊吃吃喝喝 逛逛街吧 雖然我有車但是我還是決定要用走路的 第一天嘛 可以停下來看比較多不一樣 店家什麼之類的 看一下Christchurch的街道 這車子其實還蠻復古的 你看他叫City Tour 他會帶你繞一圈所有這邊的觀光景點 這裡有一些店家 不過都沒有人耶 今天好冷清喔 不知道是不是禮拜一的關係 到了 這邊越來越熱鬧的感覺 是一個觀光區 而且我發現他們現在 櫻花開了蠻多的耶 不知道為什麼 很漂亮 裡面都有鴨子在游泳 超可愛的 你看旁邊的餐廳 還蠻多人在吃的耶 他們這裡有很多這種 這種小小的這種bike 可以租來騎 這裡開始有賣一些精品 這邊像是一個公園一樣 蠻舒服的 好多人喔 很chill耶 這裡面就是Riverside Market 我們繼續逛街吧 然後這裡有生啤酒 你看滿滿的那個生啤酒 難怪我覺得這便當盒看起來很眼熟 原來是日本料理 這是一間 也是賣調味料的地方 吃到你喝紅酒的耶 一杯十塊 然後你可以吃很多這邊的紅酒 還不錯耶 午餐吃這間 它叫做El Quinto 然後這是它的launch menu 我的餐點來啦 我點的是這個 牛肉沙拉 這一份就要11塊還是13塊之類的 那因為它的肉是用炭烤的 所以呢我就覺得 感覺好像很厲害喔 牛肉好好吃喔 嗯 為什麼選這間是因為它的分數滿高的 這家好吃好棒 然後我的sauce是選mushroom的 嗯很好吃 那因為牛西蘭的睡晶比較高 15%的樣子 所以說在外面吃東西 比如說像這樣一個餐點 通常都是單點的價格 如果你點漢堡就不會有薯條 就薯條都要另外點 然後給你看我是坐在這個戶外在吃東西的 然後呢這個戶外就有很多鳥啊 地板上要的東西吃 你看還飛到桌上的有看到嗎 吃飽 我剛剛又點了一個可頌來吃 因為那個牛肉真的是吃不飽 然後這個可頌是7塊錢 還有一杯咖啡 咖啡是5塊90 嗯 外面很酥 嗯 咖啡很香耶 吃飽喝足了 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這個後面這座拱門呢 它的意義是什麼咧 就是一個symbol of sacrifice 就是犧牲的一個象徵的一個指標 因為他們以前在World War I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打仗吧 然後有大家經過這條前面這條河 很多人這樣子cross過去打仗 就沒有再回來了 所以呢他們才蓋了這個東西呢 來紀念他們的一個犧牲吧 大概就是這樣囉 所以大家就會在這邊拍拍照啦 變成一個景點之一啦這樣子 欸這邊有賣Patagonia 一些運動用品店 旁邊又有賣souvenir的店 這邊有賣潘朵拉 潘朵拉現在還流行嘛 然後有賣珠寶店 這裡有一間百貨公司耶 全世界的百貨公司應該都差不多 應該沒什麼特別好逛的 這裡稅金這麼高 百貨公司的東西一定沒有比較便宜 這邊有很多衣服店 然後還有賣H&M喔 好冷清喔 啊前面有Lululemon Lululemon啊是我一個蠻喜歡的 運動的品牌 輸在日本幾乎沒有機會可以買到 那他們家的衣服的材質啊 我覺得都摸起來是蠻舒服的 而且女生的衣服都蠻有造型的 像剛剛看到那些bra top 你看他的外套 材質都很舒服耶 他這邊有分男生跟女生的Lululemon耶 蠻大件的 好我們繼續往那個教堂前進 接下來呢要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這個教堂囉 他說是2011年因為大地震被摧毀的教堂 他是基督城的地標跟當地人民精神的象徵 目前看起來是真的還在修復當中 這邊好像有蠻多裝置藝術跟市集 那第一個指標的東西就是這個啦 一個裝置藝術吧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類似教堂的東西 這個地方呢他叫做Cathedral Square Church 不知道唸的對不對 不能進去耶 所以目前只能在外面這樣看一看 因為他整個裡面都還在建設當中 你可以從外面看到 其實還蠻酷的齁 看得清楚嗎 我們從側邊可以看到教堂的樣貌 通常這種壞掉的教堂要重新建築 都要花好幾年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側邊的這個牆啊 是有那個壞掉的樣子 你們看他的另外一面 經過這一排房子 你們看還蠻漂亮的耶 他移動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看起來感覺蠻舒服的 全部都是落地窗 看了心情就很好 我們經過了一個公園 哇你看這個公園規劃的 看起來好舒服喔 從公園這樣子散步過來這個職教堂 我住宿的地方真的是非常方便 距離剛剛看的那個正在建的教堂 還有這個職教堂 走過去走過來 大概也都是十分鐘以內的事情 就真的是市區 而且你根本不需要開車 如果你開車的話 你還要想說啊路邊啊 路邊停車什麼的 職教堂就是這裡 信仰中心的教堂因為地震又損毀了 哇這邊地震還蠻多的耶 那為了讓當地的居民心靈 有可以寄託的地方 在那個損毀的教堂的300公尺之外呢 他們 有日本耶 紙板建築大師 板茂 他設計了這個教堂 耐用期呢可以長達50年喔 雖然只是一個過渡性質的教堂 但是裡面的設計絲毫不馬虎 有彩繪的玻璃跟溫馨的內裝 好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還蠻酷的 竟然是日本的設計師設計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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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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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真的很酷诶 里面真的完全是用纸做的 然后呢 各位要注意就是 这个教堂礼拜一下午3点半就关门了 还蛮早的哦 好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一个公园 叫做Hagley Park 刚进来就会看到一个很像Lake的地方 还蛮漂亮的啦 而且里面很多小鸭子哦 在游泳 很可爱耶 小鸭鸭 哈喽 而且这个水没有很深耶 浅浅的 这公园其实看起来还蛮大的耶 前面有一整排的樱花 我们可以走过去看一下 你看这个公园很多人在那边跑步耶 还蛮舒服的 而且那些运动的人穿短袖短裤 然后我穿着这个大衣白套 真的反差很大 很大的一个公园耶 天哪 很漂亮耶 在这里散步什么的都心情很好很舒服 诶 然后它的樱花很奇怪哦 就是前面那个马路上面就有整排的樱花 但是公园里面竟然没有耶 走在这个公园就很像在那个大学里面的感觉 你知道吗 空间超大的耶 很夸张 前面有人在打高尔夫球 就我觉得开车经过这一条的时候真的是蛮漂亮的 而且很多人在这里运动啊 散步啊 遛狗啊 超漂亮的耶 哇 好漂亮吧 这一整排都是哦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樱花树漂不漂亮嘞 我刚刚听到有两个那个台湾人的声音啊 两个台湾的妈妈路过 然后我就说啊可不可以帮我拍照 因为我听到他们用中文在聊天 我一听就知道是台湾人了 然后我就赶快把他们拦截下来帮我拍照 人超好他们帮我拍的还蛮漂亮的 你看 现在太阳渐渐的下山了 就算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走路我也觉得蛮chill的 你们看 这个一片望过去的公园 是不是看起来超大的 接下来呢来带大家感受一下 Christchurch的nightlife长什么样子 那第一家我先带大家来看这一间叫做 The Last World 这个是我在Google map上面看到的 评价还OK 好我们第一间先进去这里喝 价钱是从14块到19块不等 因为我爱喝嘛 所以我很喜欢到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国家 我就要enjoy一下他们那边晚上的气氛 那我觉得Christchurch呢 他这里晚上的气氛算是还蛮 很安静的然后人真的不多 然后人真的不多 他们好像是假日东西会比较多 有一个市集 Saturday Market 然后跟Sunday Market 你如果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来的话 你就真的别想逛欸 就真的没东西喔 呵呵呵 这一杯超级fancy的调酒来啰 你们知道这一杯多少钱吗 答案是17块钱 Cheers 喝喝看 好多味道在里面喔 而且我觉得还蛮浓的欸 嗯 而且他其实调酒调的还蛮久的 你知道吗 点完之后拿调酒上来 真的整整等了30分钟 我肚子都开始饿了 Imagination rhubarb rubarb是什么 rubarb是将军的意思 然后有rasperry gin 哦原来是rasperry 那个是gin的味道 嗯 他的gin味道很重 所以他主要是rasperry gin 跟spice加进去 还有lemon 冰冰的很好喝欸 最后一口咯 我们准备去下一间 Cheers 欸我觉得很好喝 而且他上面的泡泡啊 他上面的泡泡是lemon的味道欸 真的很好喝 好那我们接下来去下一间 很有名的酒吧 接下来呢 来到这一间啊 是这边最有名的一间酒吧 叫做OGB 给你看他的menu长得蛮可爱的 对不对 他有画出那个杯子的样子给你看 然后这一家比刚刚上一家 还要再贵一些 就是价格是从19块起跳 好这也灯光很黄 所以我现在整个皮肤的颜色 应该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刚刚点的是 叫做The Randolph 然后它里面是有Rye Whiskey 还有Sherry 还有Fresh Orange 跟Cinnamon 还有Lemon OK我也不知道什么鬼东西一大堆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喝喝看咯 长得很可爱吧 很像个小凤梨一样 哇靠 Whiskey的味道很浓很浓耶 这一杯是20块钱 其实不便宜喔 你可以喝到它的酒精浓度 可是它又把它调得很像饮料 就同时它可以match很多那个味道 嗯 很浓但不会难下咽 我觉得这间很可以耶 难怪它们这个分数这么高 这个叫做Potato Skin 好大喔 好我们来吃吃看这个Potato皮吧 也太好吃了吧 很像饼干一样 然后上面有撒起司 所以又有起司的香味 我觉得很好吃耶 太厉害了 真的很厉害 你如果来Christ Church了 不能错过这间店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半 还算蛮早的吧 因为我本来就打算小酌两下 然后就要回去了 我走几步 我光是这个路Vlog不用剪太多 我就已经要到我住宿的地方了 很近吧 今天的Vlog就到这边咯 希望大家会喜欢 跟我一起吃吃喝喝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帮我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